夜半三更清潭镇一户人家棺材莫名起火 小麦布老板铲死的背后竟能牵扯出一家四口灭门惨案 欢迎收到南源未来的国产民间恐怖游戏烟火 我是林旅行一名新闻警察 刚入职就遇到这种奇葩案件 清潭镇有一户人家棺材莫名起火了 棺材起火真是有够邪乎的 这大半夜出警警车还坏了 同行的郑哥留下来修车 结果手电筒没电了 第一次出警咋就劲碰这些邪门事呢 当务之急咱们先得把郑哥这个电池的问题搞定了 走到村头这个唯一的小麦布上 吆喝了半天没人咋地 我这几块钱生意没人做了是吗 认识没人回应低头一看 店门口居然摆放着一个火盆 这玩意不是给死人烧纸钱的吗 摆店门口那得多晦气啊 一抬头老板突然出现 面无血色异常诡异 花了两块钱匆匆买完电池赶忙交给郑哥 结果郑哥这个老逼登 跟我说他要修车 让我一个人去棺材着火现场 What 何着好事都给我干了是吧 那你看啥 修车啊 转头一看墙上的包字 讲科学破迷信啊 对 对啊 现在都是讲究科学 别瞎想 哪来这么多鬼啊怪啊 这死人棺材着火 难不成死人打电话报警不成 一边督廊我们一边上路 沿着小麦布继续向前 路上一个叫彩灯格的店铺 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彩灯格门口挂着亮起的灯笼 但是门竟然被砖头砌满封死 非常的诡异 但是没想到更诡异的事来了 明明灵堂就在下一个街角 谁知道我们竟然又回到了小麦布门口 清堂站只有这么一家小麦布 明明已经走过了 竟然又回来了 而前面彩灯格上的砖块 竟然渗出红色的鲜血 哇靠这是什么情况啊 顿时我这是几倍发凉 只希望下一个街角 能赶紧到达目的地 但是下一个街角 熟悉的小麦布再次出现 彩灯格上鲜红的血迹 竟然有两张紫钞 这是我们当时付给小麦布老板的钱 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哇救命啊 我得回去 得回不去了 好吗 那没办法 咋又回到这里呢 这彩灯格 砖块 没了 留了扇门 原来是个卖子人的电 不就是子人吗 难不成你会动不成 哇差勒 真动了 桌面上有个占本 写着小麦布王金才 因病作骨 小麦布 王老板 哇靠 王老板没了 刚才给我卖电池的是谁啊 我快哭了呀 旁边有个占本写着 这王秀芬 射了鸡蛋 谢龙发 射了豆油 哎 这啥人啊 这些 死人的钱都欠 太不地道了 林旅行 咋还有跟我同名的呢 涉电池一节 欠王金才 两块钱 我 神经病啊 还真是我 你这小老板怎么乱记账啊 明明我这是给钱了呀 当我们走出彩灯阁 门口再次弃满砖块 墙壁上呢 找到了两张铭币 哦 这死人 是不要紫钞的 我们需要将这个欠王老板的铭币 烧给他 果然 铭币烧掉后 鬼打墙消失了 前面竟然出现一个蹊跷流血的指人 手指的方向正是灵堂方向 灵堂门口摆满花圈 透离他的灯笼格外惨白胜人 进入屋内透过微光可以看到墙上的遗像 正是刚刚卖给我电池 对我示意鬼打墙 给了钱瞎记账的 王老板 但是 诺大的灵堂 竟然没有一个家人 那那那那 谁给我打的报警电话呀 棺材板上 有了台电话机 这电话最近拨打的也确实是110 难不成 这棺材里的尸体 自己打的110 哇 老见鬼了呀 这还不溜 刚回到彩灯阁这条路上 王老板的小卖部门口 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白衣女子 一走进又消失了 我麻了呀 这这这 随后 身后突然出现了一口棺材 前面都是花圈 What 这棺材张腿过来 要再不成 我这可是真超明币都给您送过去了 可别找我要再呀 然后发现 小卖铺柜台上的火盆消失了 取而代之是一本沾满灰的战本 这战本就厉害了 10月20日下一个就是你 再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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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项上被写满了 在 神经病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 阎王爷来了 我林某 我压得就是没有欠你钱 走了 这 郑哥 这 这 你这修车才上装修呢 这是灵车 郑哥 再一次醒来 我们已经身处一物室 郑哥说我在灵棚附近睡着了 可能是我天生异能 见到鬼就在鬼面前睡觉 屡试不爽百思百灵 郑哥走后刚起身 电视亮 拨爆了一起一家四口的灭门场案 户主田某某和妻子何某某 还有孙女田某某 死于老鼠药 而赵某某商调自杀 这种情况 正常人一定是一眼认定 下老鼠药的是赵某某 毒杀三人后删掉自杀 确实警察也这么认为 随后在隔壁屋 我们见到了诊所的主治医生叶敬商 才知道小麦部老板王金才的死因 竟然与田家四口灭门场案有关系 在田家案发后 王金才因为四处散播田家儿媳妇是疯子 发疯杀了全家 结果没几天便被发现 惨死在外 死相真灵 像是被鬼魂索命一样 啊这